作词 李宗盛 不愿分辨 想我吗 今天我想好好和你喝两杯 你不会拒绝我吧 当然不会 来 第一杯 敬我们 干了 你之前跟大帅说 非我不娶 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可是 我都不记得我的父母是谁了 我萧红叶娶妻 从不在乎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我就是好奇 我之前 是怎么来都军府当丫鬟的 过去的事情 没有必要再提 那我失忆之前呢 你跟我说说吗 我说过 你失忆之前就喜欢我了 那 那 在之前呢 我是干什么的 我家在哪儿 今日找我是喝酒 还是益胖献 那我今天 就陪你喝个金星 好 小红叶 你杀过人吗 为什么问这个 我听说 你杀过老人 杀过女人 杀过很多人 我伤 是因该杀 那你会伤害我吗 我伤害你 我爱你 我会保护好你 你 如梦 如梦 好 杜军 我派人在街上找了一圈 听一个卖上尖的说 如梦姑娘好像上了大帅府的车 小姐 小姐 没拦住 是 童爷哥 你今日怎么突然过来了 怎么 来找我求和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是这么好哄的 打扰这个小姐 我来找个人 搜 小红爷 你什么意思 你当我大帅府是什么地方 我提醒过你 让你别伤害他 你怎么就不听了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可没有什么耐心的 分明有人看见他上了大帅府的车 把他交出来 你敢杀我 你忘了我爹是谁了吗 敢动我的女人 你是不想活了吗 我爹去外地出差了 这几天车被我哥借走了 我爹去 小红爷 我告诉你 只有我是全心全意爱你的 那个尖鸭豆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早晚有一天 会栽在他手里的 这是两年前的各大报纸 你想问的事情 都在这上面了 当时顾家是聚谷之家 罗城首富 顾老爷子打个喷嚏 那整个罗城都要抖三抖啊 可谁知 这样名声显赫的一个大家族 三十多口人 竟然惨遭萧红爷杀害 当做上尉的垫脚师 他真是心狠手辣 丧尽天良啊 顾家 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吗 据我所知没有 萧红爷存心想要灭门的话 就算侥幸留我活口 恐怕也难逃他的毒手吧 如梦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情 我 你 你的真实身份是顾家大小姐 那肖红爷把你留在身边那妖狗 是存着什么歹毒的心思 如梦 你不要担心 有我在 不管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会帮你 我永远站在你身边 少爷 杜军带人闯进来了 糟了 他发现你的行踪了 自辰 我需要一个真相 稀客呀 他人呢 你要不要先回府上看看 再来质问人 他回家了 不然呢 他就是过来送我东西 难以想象 双手沾染鲜血的都军大人 竟然会对一个丫鬟动真心 周子晨我警告 如梦是我的女人 你离她远一点 我只是想提醒独军 今世之地位来之不一 切莫感情用事因小失大 毕竟 想要再找一个 像顾家那样的人肉梯子 可就难了 谨言甚弃 会有说错吗 你敢说顾家命门案不是你做的 你没有踩着顾家人的血肉上位 小红叶 梦回午夜的时候 你就不怕顾家人找你索命吗 比起不择手段 我们彼此彼此 都军果然敢做敢当啊 我也不妨实话相告 我不仅喜欢辱暗 还会和你公平竞争 就凭你 你也配 辱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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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辱暗 辱暗 你快醒醒 辱暗 辱暗 医生 他怎么样 病人气血亏损 需要好好进步 否则 不但肚子里的胎儿难保 大人也将元气受损 胎儿 他怀孕了 我怀孕了 你醒了 我去开个单子 我怀孕了 这个孩子 不管你怎么打算 我都尊重 并支持你的决定 我怀孕了 不急 咱们先把身体养好 容莫 5月 似鳌忍 赶梦 请 网 Denver 赶嶽 赶快 赶快 也快 衡 我 destroy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